歡迎收看健康關注組 就是冬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特別是長者和三高人士 更加要注意身體 因為有數據顯示 冬天比夏天更多心臟病法的個案 冬天飲食要注意甚麼 做運動也要注意甚麼 原來有些人 冬天不適合浸溫泉 所以今天要關注這個問題 就是冬天心臟病二發 我們今天兩位嘉賓 就是心臟科專科張誠謙醫生 以及G7營養師王小章Anson 沒錯,歡迎兩位 一起聊天心臟病二發問題 張醫生,心臟病是一個統稱 有哪些疾病跟心臟有關 對,心臟病是一個種稱 但凡所有有關心臟毛病的各種問題 都可以稱為心臟病 例如心臟血管毛病 簡稱觀心病 又或者心律不正的問題 心律不正病 心反功能受了的心反病 影響到心臟肌肉的 就是心臟肌肉毛病 又或者可能有些人 影響到心包的心包病 這些所有例子都可以 總稱為心臟病 剛才你所說的這類型心臟病的病徵 有哪類型的死亡率偏高 以及為甚麼 根據統計顯示 剛才所說的這麼多類型的心臟病 最普遍是冠狀心臟疾病 簡稱冠心病 心臟自己本身 有些血管供應養分給自己的肌肉 這些血管的形狀 就像皇冠一樣 所以我們稱為冠狀血管 所以如果這些血管有病變的話 就叫做冠心病 根據研究顯示 冠心病影響到的死亡率 在這麼多心臟病裡面最高 死亡的病症都有六成 你剛才也說過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病 我們都稱為心臟病 但其實他們通常有甚麼誘因 會引發到心臟病 有很多種不同的因素 都可以令到心臟病 不如我們集中說冠心病 因為最普遍也是最高死亡率 高死亡率的成因 最主要是因為血管收窄 血管收窄的成因 最大部分原因都是因為 觸氧眼化 觸氧眼化 譬如我們用這個圖來顯示 正常的血管有一個管道 滑滑滑的 這是很漂亮的 正常的 當患有觸氧眼化的時候 脂肪斑塊會積在血管內壁 令血管的血流瘦了 血管的血流瘦了的話 會影響到心臟的肌肉 不夠氧粉、不夠血液 當要做多一點能量 做了一堆工作 譬如有血 或者要做運動 例如快一點、急一點的時候 血液供應不到心臟肌肉的話 就會有機會 令到胸口不舒服等等的病症 再嚴重一點 急性的話 突然間有一個血塊 阻礙了僅餘的通道的話 就會變成急性心臟病 會增加死亡的風險 原來那條渠的膏 那條黃色的脂肪 塞住也挺嚴重的 我問一下Anson 其實心臟病患者在飲食方面 有甚麼要注意 他們經常吃了一些很高脂肪的食物 而且是一些壞脂肪的食物 兩種的壞脂肪 一種是飽和脂肪 多數是來自動物的來源 譬如很好吃、軟軟軟的 豬腩肉、扣肉、牛腩、雞皮 我想問,動物內臟是否也是 豬潤、鵝肝 滋潤 其實大部分內臟都是高脂肪 高壞脂肪 不過其實豬潤是不高脂肪 不高壞脂肪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很鑑定會吃 是 但隔不時 隔不時 隔不時 對 隔不時 另外另一種壞脂肪 就是飯式脂肪 多數是高溫烘焙的食物 即是薯片 薯片 對 炸薯條 對 牛角包 最好吃的食物 牛角包也有 蛋撻、雞皮 曲奇餅是否也是 會的… 他們多數是吃高壞脂肪的食物 另一個大原因是 經常吃高鯊質的食物 對 很鹹 對,很鹹的食物 很濃味 對… 濃味的食物可能會知道 有些食物不太鹹 但也有很大機會高鯊的食物 例如呢 麵包 對… 是否白麵包是其中一種 是 就是高鯊的食物 對 經常以為清淡吃得健康 但其實是… 而且麵包沒有太鹹味 所以吃了後不少 還會這樣 白麵包會加很多醬 牛油 牛油呢 動物理的油脂就高飽和脂肪 牛油加白麵包 高壞脂肪、高鯊質 對 那就很精彩 所以有心臟病的朋友 要留意這件事 是 我覺得我們平時也要留意這件事 對 沒錯 都是陷阱 其實你以為自己吃得清淡 但其實是高鯊 我也想說一點 我手上有一些調查的數據 就是2020年至2022年 你聽著吧,嘉蓮 心血管病高風險 男性34% 女性4.9% 年齡越大,風險越高 40至44是1.1% 65至74歲是升到44.5% 害怕嗎? 害怕 不用害怕 是 陳醫生,我們請教你 為何心血管病風險 男人會比女人高 這些研究數據顯示 男性比較容易患有冠心病 和相對的併發症 為甚麼呢?其實有很多種因素 之前研究顯示 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就是男性普遍較多人吸煙 吸煙對於影響過冠心病 心臟血管狹窄 令心臟病發生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多了人吸煙,所以多了人心臟病 所以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荷爾蒙的分別 多女性 還在京期的時候,還未停經之前 每個月都有足夠的痴激素 在身體裡面 以這些痴激素 對於心臟的血管 都有一個保護作用 是 所以女性 在更年期之前 其實相對 心臟血管問題 就相對少了 不過當京期停了 即是更年期之後 他們環有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就等於同年齡的男性差不多 所以整體來說 有這麼多年齡 加在一起 所以女性會比男性少 不過當更年期完結之後 即是更年期之後的女性 都要小心去保護自己的心臟血管 小心點… 我也害怕 所以加起來之後 總體的老年風險也會這麼高 那老年的原因 也是因為 除了剛才說的荷爾蒙分別之外 也因為其他有因 其他高風險因素 老人家也普遍 包括三高 就是血壓高 血脂高 還有血糖高 高了這些因素 也會影響到心臟病 的普遍性和病發率 所以年紀大的老人家 就會有個情況 會否因為年紀大 運動量會減少 也會較容易有這種荷爾蒙分別 也對 因為長期缺乏運動 也會影響到心臟血管的毛病 我們也有一個給過研究 他指在冬天 因為心臟病死亡 比夏天會高三成 為甚麼 是否因為 飲食上有甚麼不同 不知道 要問問醫生 是否真的有這個數據 會高三成 有研究顯示 冬天的心臟病發 和死亡率都會較高 為甚麼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冷縮熱漲 冬天冷的話 我們身體的血管 手手腳腳的血管 都會收縮 收縮了血管 反應又如何 會令身體的血壓上升 如果一些長期的心臟病 慢性的病人 或者血壓高的病人 心臟已經一般 血壓再高一點的話 會增加心臟的負荷 還會影響到心臟病發的機會 就會增加 病徵會增加 所以得出這些數據 所以在冬天裡 我們也要小心一點 控制著自己的體溫 控制著自己的血壓 減少心臟病發的機會 那由冬泳怎麼辦 真的不知道的時候 很危險 如果冬天的話 我們也不一定不建議病人去做運動 但是有很多注意的事項 包括如果有游泳的習慣 都會繼續游 不過下水之前 做足夠熱身 還有如果要游泳 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我們也建議他足夠的水分 避免做運動之前要喝酒 還有如果發覺患病者有任何不舒服的話 就不要繼續勉強 應該早點停止休息 去看醫生 我覺得對大家 究竟在冬天可以游泳 其實更有興趣是 冬天可以浸溫泳 或者冬天可以喝冷東西 對,我們下一節回來再繼續聊